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enny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Costco和Amazon买的一些日常家居的产品 我自己购物呢,大部分的家居产品都是来自于Costco和Amazon 今天呢,视频里面我也会讲为什么会去买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它好在哪里 那产品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框里 好了,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Costco的Monuka Honey Monuka Honey有什么好的呢? 那这个蜂蜜它的功效有抗菌,舒缓咳嗽喉咙发炎 帮助增加免疫力,调节肠胃,还能够舒缓消化不良,美容养颜 我一般会在热茶或者是打好的热豆浆里面加上一小勺 它的味道特别的好,而且非常滋润 你开始吃这个蜂蜜,你就会觉得别的蜂蜜 不管是口味上还是感觉上,你就看不上了 那为什么从Costco买呢? 我对比过亚马逊,Hofus Market,还有G&C这一类的保健品店 那按照重量平均下来算的话 Costco的价格比其他的这些店都便宜很多 那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Costco买的Joggers Brand是32度Heat 这个牌子其实在Costco卖的很多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feature 就是它的腰特别的高 它的腰有12寸朝上的样子 腰高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很多Joggers这种慢跑步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显得屁股那里特别的大,不好看 但是这个呢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它的形状是非常的好 腿会相对显得细一点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这个材料特别的轻,很舒服 它是Heat的 最近芝加哥有两天变成40多度了 我是穿出去,我是感觉上其实是挺好的 因为它很薄 所以我刚开始担心它会不会说穿着比较冷 但是不是那么的冷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其实很多Joggers穿起来有点邋遢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女生不愿意穿 但是我觉得说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的价格好像只有12块钱 非常值 然后还有一点面料呢 它不会粘毛 我们家有狗也有猫 很适合家居地穿 而且平时现在work from home 是需要这种穿着比较舒服 然后又不太粘毛 很有用的这种裤子Joggers 我买了之后呢 我是在网上买的 打算再去买灰色的时候 它这个link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它是在调整价钱还是干嘛 如果我找到了link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框里面 实体店里面肯定是有的卖的 因为Costco卖这个牌子特别的多 好的 接下来我要讲的还是一款Costco的Leggings 是女生穿的Leggings 这样看可能清楚一些 好那这款产品它好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每次进了Costco之后 就会发现说它的Leggings和Activewear 对的跟筛一样特别特别的多 你怎么样去选说哪一个是更好的 哪一个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我觉得我选了这个 我觉得它有几点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首先呢就是它的弹性 它的材料弹性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有多大 它的腰也是有12个英尺 就是腰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这里这里这一部分就像袜子一样 它是套在套在腰子里的 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讲到舒服呢 它的舒服程度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产品的这个材质呢特别的软 它有点像那种袜子一样 你穿上之后呢 它就是在你就是把腿整个是包起来的 就好像说是一个袜子 从脚一直穿到腰这里的很舒服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就是它有一个侧面有一个兜 现在其实很多Leggons在侧面都有这种兜 是可以装手机的 比如说要锻炼身体呀 或者在家里面走来走去 你带着蓝牙耳机呀什么的 你的手机是一直跟着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尤其是work from home 你要穿一个特别舒服的 然后又保暖 然后又是它的弹性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至于价钱 我真的不记得它价钱是多少钱了 可是呢 Costco的Leggons都是十几块钱 它的牌子是Kirkland Signature Kirkland Signature 这个Leggons其实它还有另外两个颜色 一个是粉红色 一个是Mint 其他两个颜色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这个Costco这个颜色 我希望它能够有黑色 如果有黑色的话 我会再买两条 好 接下来一个产品呢 是我在亚马逊买的睡衣 因为现在秋天了嘛 就要穿长袖的睡衣了 这是我在亚马逊买的一个睡衣 然后这是它的上衣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裤子是这个样子的 宽腿的裤子 我特别喜欢这个 我讲一下我买睡衣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在Costco买睡衣 在Macy买睡衣 在Northrom买睡衣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说 Northrom的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 我喜欢的材质 那Macy呢 我觉得它挑的睡衣有点老气 就是穿上之后就觉得 我马上加了十岁 然后呢 Costco的呢 我们这边的Costco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边Costco没有棉的 没有Cotton的睡衣 那我 然后我就转站去Amazon去找 我就找的是Cotton Pajama 然后呢 找到的这一款呢 就是Cotton Pajama 它是 它的材料真的是我 就是我想要的 它的弹性是非常好的 5%的安伦 它是95%的棉 大部分都是棉 穿着也是特别的舒服 透气性也非常好 它还有一点非常好的 就是相对于我前一段时间 在Costco买的另外一件睡衣呢 没有那么厚 它其实是比较薄的 长袖的这种睡衣 我特别喜欢这个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北方 尤其是我在芝加哥 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屋子里面的温度 其实是不低的 我是开到70度到72度之间的 其实我不需要说 穿那么厚的睡衣 因为还要盖被子 所以呢 我觉得像这种 稍微薄一点的呢 透气性又比较好的 棉脂的睡衣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就是说 你平时就是在家里面 也可以穿的 就是像小孩子的那种 Pajama一样的 在家里也可以穿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这件睡衣的 其他的几个颜色和设计 也都是非常Cute 蛮可爱的 穿上周感 就让心情也挺好的 那它的价格呢 是30块钱上下的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 Coupon啊 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价格 买这种睡衣一套的 上衣加裤子的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它穿的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产品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是在亚马逊买的 是针对于 我们既爱美 又不想有蒜味 又做饭的女生的 那这个是 我叫它什么的 我管它叫Magic Soap 你如果说 经常做饭 准备各种穿菜 什么的 经常会放一些蒜 要切蒜的时候呢 手上会沾到蒜的味道 你就把这个东西 当成它正常的肥皂 或者是香皂那样子 一边冲水 一边在手上这样摩擦一下 Rub一下 一会儿那个蒜的味道 就没有了 这个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是也是在 别的博主那里看到的 我觉得真的是挺神奇的 然后我就 买了一个试了一下 真的觉得特别管用 所以如果经常 做饭的女生 你们家这个做饭的时候 经常又放蒜啊 或什么的 你有这个concern的话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 这个只有几块钱 非常非常的Magical 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可折叠的 一个小的一个Rack 那我们怎么用它呢 就是说平时 如果我们喝了酒啊 或者是奶瓶啊 或者什么东西 洗 随手把它洗了 就放在这个 这个Rack就放在 Sink上面把它洗了 放在上面就可以 用完之后呢 把它折叠起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很省地方 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比如说我们煎了 或者炸了什么东西 想要说让它上下透风的话 那这个也是可以放在 一个碟子或者什么上面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煎了 或炸了的东西 比较酥比较脆一些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 有别于我们 区别于我们平时 traditional的那种Rack 会把碟子碗啊什么 堆起来放在那里 让它慢慢的 把水滴下来 我觉得那个放在 我们这个厨房里面 感觉上就是特别占地方 而且就会显得 好像不是特别的整齐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价格也不贵 而且它有一个小号的 我买的是中号的 好 我们今天分享的 最后一个产品呢 是essential oil 那其实用这个品牌之前呢 我用过大概 五个品牌的样子 分别来自 Hobo's Market和Amazon 那最后呢 我是锁定这个 然后呢 我应该是这近半年 一直是跟这一家订的 那它的 我觉得它味道最好的 就是它的花香 它的花香呢 就是说有Jasmine啊 White Tea啊 Rose Free Sea啊 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味道 然后它的味道 就是说相对于 其他的几个品牌呢 它的味道很纯 植物的这种味道的 自然 很纯 很自然的这种味道 然后呢 它每次来的时候呢 它里面都会加一个 buy one go on free的 这种小tag 你去跟它联系 它会再给你寄一个free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Deal 是非常好的 它这一盒 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一盒大概就是 这么多 这么多 然后呢 它这一盒大概就是 如果说是大概 六瓶的样子 大概就是18块钱左右 然后这么多的话 大概可能20多块钱 但是你想 它有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然后呢 我觉得它的Selection 都特别好 尤其是它的花香系列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除此之外 我还怎么用呢 比如说它的Fresia 和它的Rose 非常的 这个味道非常的好 这两个小瓶呢 通常如果我出门 我要背包的话 我把这两个小瓶 是装在我的包里面的 我会把它 在手上这里 Rub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它跟传统的 Perfume不一样的 是Perfume的味道 就是说 它不是这种慢悠悠的 那这种Essential Oil的味道 是慢悠悠的 这种味道 你自己可以闻得到 其实对自己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味觉上 是一个升华 你会觉得说 这个品质啊 什么的 真的是不一样了 而且感觉上非常舒服 它的价格不贵 但是给你的这种感觉 给你生活中提供的 这种味觉的 这种升华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 它的性价比 是非常高的 现在天气呢 外面越来越冷了 屋子里面又比较暖和 再加上这种淡淡的花香 情绪上呢 就会比较relax 然后精神上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升华 尤其是现在 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精神上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放松的 好了 今天的家居好物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